最近美国加州的邮费真是太贵了 越来越贵了 过去的一年当中已经涨了一块多了 现在已经要4块8毛9了 之前我们都是3块多的 所以我们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呢 我朋友现在用的电车呢 他每次充满只要差不多二十几块钱 我现在加满一次油呢 我的汽车大概要60块钱 所以为了省钱呢 我们打算买一辆电车了 那在众多的电车当中选呢 特斯拉也是最成熟的 所以今天呢 我们来到了特斯拉的专卖店 然后这个这边有一款是Model Y 这款就是Model Y了 但是它是它大 Model 3是小 这个是大 我们开车型的时候 我好像会转过到4里 就是好开门 嗯 但是它大好多 对 可能是约约约2块钱 那当然了 那俩肯定好看一遍 那俩肯定好看一遍 可能坐到后面来 这里 这里 看一下它的后面的空间 空间 可以 我把它放下去 其实还好 太多了 它是放一个紧急的轮盘 但这一辆是比较精致一点 看上去比较漂亮一点 空间肯定没有Model Y那么大 它也是放不下去了 所以里面肯定不能睡人了 也可以睡其实Model 3 但是你买车不是为了睡觉啊 我觉得我们不用去揪一点车里能不能睡的人 这个问题 你觉得呢 啊 就是我们应该不用把车里能不能睡人当成一个房间 那对啊对啊 it's good to have 对 但是不能作为移动 也可以 我感觉两个人也可以睡 可能 有点舒服感觉不平 对啊 不平 但是其实坐在这里的话 主价我感觉 这里好像看上去也是 比较酷炫一点 嗯 它这个内饰我不喜欢 不知道有没有一下选择 有的 对啊 很多选择的 我肯定买白色了 这一辆跟那一辆的话 三万九加碎什么的 四万多出门吧 然后那一辆的话高配 一定要Long Range Long Range就是床这里的 现在是快五万块钱 好的 今天预约的主要是测试两款车 一款是Model Y 和一款是Model 3 我们基本上会在这两款当中选一款 那首先呢 我们提了Model Y 让我们先来测试一下这款Model Y 看看我们喜不喜欢吧 动力还是挺多的嘛 是不是给我了高配 啥都没有 就是除了一个显示屏 其他啥都没有 真的是啥都没有 我觉得简单也好 这样子故障会少很多 嗯 大概少了 要不然这个你要维护 那个要维护 嗯 那它现在的话 基本上 啥都 就是一个 monitor 然后computer就在里面 下面就是电 啥都其实基本上啥都没有 看一下啊 加速了啊 嗯 一二三 一二三 嗨 快不快可勒 快吗 嗨 动力还是很足够 别跟他在第二车 几秒 几秒 几秒神速啊 一下子就冲得那么快 嗯 你看 十秒 十秒 嗯 快啊 超快 超快 哇电车怎么这么快啊 可能现在是电比较足的时候吧 电不足了 估计也不会这么快了 嗯 这个不是跟电不电有关系 或者是 是他的马力 他这辆车就是这么快 需要空间的话 还是选择model drive 比较适合 如果喜欢好看啊 然后 嗯 有城市交通这个 上上班啊 去玩啊 这种 还是model 3 我觉得比较值得一点 不管是价格啊 还是 嗯 实用性啊 我觉得model 3是比较好一点的 你觉得呢 嗯 如果你只是CD card的话 肯定摸摸摸摸摸就更好 因为它看上去也更好看一些嘛 嗯 看更能需求吧 比如说 你家里面人口多 比如说你孩子不值一个 你每次出门要带很多东西 你后面要放两个靠心 那肯定是摸摸外选的更好一些 对 你两个小孩的话 对 还是要看家庭需求 虽然我们只有一个的话 我们model 3 如果只是CD开台的话 完全是够用了 对 对 最主要是 我觉得它价格也比我model会便宜一点 对 就是如果说我们要把它作为一辆入门的电车 因为电车以后可能是个主流趋势嘛 是 这个可能会是我们的第一辆入门体验的电车 对 如果作为一辆入门体验电车的话 但model 3 对我们来说目前可能 各方面会更适合一些 对 就是根据我们家庭来看量的话 嗯 每个家庭情况不一样嘛 我们只有一个小可乐 所以model 3也是完全够用的 对 而且model 3的话 它可能就是开起来比较省电一点 嗯 这个我倒不是很清楚 因为是车小嘛 嗯 没有我们先走 这也好像跟普通的车子差不多跳起来 对 不是 打这个 我看看音乐去吧 Let's go 我就不跟你一样开工 还很快 安全驾驶 我们这种女司机 蛤 它这个选择性也没有什么 要么就y 要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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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两款让你去想 X嘛 也太贵 X也是好大的 前面要转用 是不是你一松油 它就会马上自动刹车 对 我有点不太习惯的 嗯 我真的有点不太习惯 我觉得 我动不动自动刹 我觉得 那个刹 它这个就是它那个hold的功能 你知道吗 不是 hold的功能是说你停下来之后 哦 停下来之后呢 它你把它打开呢 它不会像你平时的车这样往前面 慢慢的往前面滚 哦 我明白了 你要真正启动了以后 对 你要踩油才会走 是这个hold的有可能是可以把它关掉的这种feature 但是开开就习惯了 对 就是自己有点就感觉会一蹬一蹬 一蹬一蹬就很不舒服呀 因为习惯了一下松油门松的很多嘛 对它的意思说少松点油门 就不会有那种往前面这样咚咚咚的这种感觉 可以吗 可以啊 还不错是不是 但是那个自动给我刹车我一下子喜欢不了 我们现在再去试一下Model 3吧 看看感觉 嗯 本来就是逛街的地方 是硅谷 应该算是非常热闹的一条街 Santana Road 我其实不是太明白这个特斯拉为什么要把测试点放在这么热闹的市中心啊 嗯 这个很奇怪 嗯 因为第一个停车非常难停 第二个你测这个车也非常难测 就是在那种广阔的地方去测 在那种 人多的地方 你看它的车自动变黑了 因为可能现在也七点半了嘛 嗯 就变黑了 我还挺喜欢这个黑色车都不知道为什么 是吗 哭哭了 对 本来它太闪眼睛了 哦 看啊 坐好了 嗯 OK 走了吗 哦 有点晕 哈哈哈哈 太快了 嚇死了 1 2 3 对面来车也 哎呀不行我心脏受不了 我心脏真受不了 你那么快啊 对 我一个一下 我不行 我本来就是一个坐过山车都害怕的人 好了 再来一次 还要再来 你试两下可以了啊 啊 这就 同意了吗 同意了 心脏受不了 得回去吃点什么 这个 这个 马力真的是比我的 奔驰好 哎 你看 绿灯它会给你一个 叮一声 对 就是说 不会说让你停在那里不动了以后 是吧 我提醒你 但是呢 它这个转组的还是木灯 它很准啊 这个 嗯 那变绿灯你看 已经变绿了 它就马上这里变绿 所以我觉得它是有一个坚持 超级智能的 你要识别它的功能 在Santana Road 现在好多好多人 路上 回到店里之后呢 我们慎重的考虑了一下 到底要选Model Y还是Model 3 最后我们还是盯了一辆 大家可以猜一下 我们到底盯了哪一辆呢 好 Knight 描冯 快 妹 我 看看 事情 好像 我 看 口 bring